但我們來看看 如果你開車或是行經 這個東北角頭城那一帶 你會看到有一座 非常漂亮的小白宮 阿拉伯式的圓頂造型 那一看就知道好的人家 裡面到底住著誰呢 神秘富豪 台灣阿拉伯王林昭文 傳奇的一聲 沒有錯 我第一次開車經過了 頭城的這個海邊的時候 這個是哪一家飯店 或者豪華的民宿 你看 阿拉伯洋蔥市的這個圓頂 那這裡一二三四五還五個 就是一個國王帶了四個小孩 林昭文真的他有四個小孩 這裡視野多好 對岸就是龜山島 再過來你可以看 一進去這個圍牆 中東式的建築 圍牆就高達四名 但是我們來說 這個林昭文 他蓋這個豪宅是怎麼樣的 他為什麼蓋在這個地方 他根據他們家族的說法是說 林昭文跟他的太太初戀的地方 所以心中有一個夢想 當我有一天事業有成的時候 我要在這個地方 蓋了一座的這個別墅 那蓋了這個別墅 你看光是造價就三億 2006年完工 整座大概3600匹 什麼概念 1.5座的這個總統湖 房間數不完 有二十間 蔡總講到這個地方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他們家的房間 推出去面海那邊可以看到什麼 導播我們來看 這個是他們家的整個空拍 看出去有看到嗎 整個宜蘭的地標 每一扇窗直擊完全沒有遮蔽 對啊 無敵海景 龜山島 我們每天都可以看到 好 那這個豪宅蓋了起來了以後 你看我們幫大家介紹一下 也許沒有機會 但是透過我們畫面可以了解 一進去有一個感恩 感謝這個沙烏地阿婆 跟阿拉的真主賜給他的一切 為什麼 林昭文的這個財富 幾乎都是靠阿拉賺來的 所以他也皈依了伊斯蘭教 這裡面金幣輝煌 家具是什麼 凡賽斯 光是一張 一張波斯的地毯 可能要價就1000萬 哪些達官嫌要去 李登輝 連戰 你看 李彥哲 王永慶都曾經參觀了 林昭文在這個地方 小白宮大概住了多久 沒事就來吧 對 只有一晚 蓋這麼大的一個豪宅 花這麼多的錢 只住一個晚上 完工13年 只住一晚 有錢人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對啊 他說去住了 信聰聰的 全家族的人來 但是到了晚上什麼 暗蹦蹦 什麼都沒有 附近沒有什麼機能 好山好水 好無聊 對 所以小孩子受不了 只住了一晚 去年要開價33億要賣 有人一把它算一算 一坪的土地50萬 算起來造價已經 土地連造價大概已經是 20億了 蔡總說在2006年 他完工的時候是3億 過了13年之後 開價30億要賣 賣出去沒有 還沒有 他說喜歡的話 有誠意的話 26億也可以成交 重點是裡面的家具 都可以打包帶走 當然有一個說法就是說 可能林昭文那時候的身體也不好了 然後把事業交給老三 這個林毅達來打理 那林毅達常常就帶著朋友 參觀 參觀你看我們叫小白宮 結果還會講說 這個東西你喜歡 也可以賣 也可以帶走 所以老爸想想 那乾脆一起打包來賣了 不過我們看一下 這個林昭文對太太 真的這個愛情真的偉大 在旁邊還蓋了一座 300坪的蘇州庭院 叫做桂蓮園 太厲害了 剛剛還中東風 結果在旁邊 還有一個江南的庭園風 這個是活老婆的 老婆不喜歡那個珠寶 喜歡什麼 古董 我們看他們家的古董 真的很可怕 你看庭院的中央 金融的噴水池 象徵他們家庭 活水遠遠的不潔 再過來你看 全球唯一的象牙柔格 請中國的工匠把它打造 全世界只有一個 這個恐怕上意就不止了 再過來所有的家具 都用什麼 酸枝木 酸枝木是清代三大的貢墓 那個清朝的時候 那個有錢人 他們家裡的家具 都是用酸枝木 光這個家具這麼貴 難怪不能隨便讓人家帶走 也不能賣 乾脆整個來打包來賣 林昭雯先生他一開始 英雄不怕出身帝 他是在賣國才賣小攤販而已 如何去展出了百億的帝國呢 我們介紹一下林昭雯 協力就普通 就投誠的中學畢業 但是跟朋友借了四萬塊 創業 第一桶金是做什麼 文具 印刷廠 賺到錢了 後來就跑到了台中大理 加美食品做灌裝的果汁 大概台灣的灌裝果汁 大概在民國六七十年代 那時候大家所得提高了 所以灌裝果汁起來 都從台中這個地方起來的 但是結果後來遇到了什麼樣 全球石油危機 對不對 所以台灣的這些生意 灌裝果汁的生意 就開始受到這個影響 這時候林昭雯 年紀已經有點大了 四十幾歲了 他想說我困在了台灣也不行 我乾脆出去 但是他選擇了一個 大家非常陌生的國度 沙烏地阿拉伯 兩腳皮膚拿著 就跑到沙烏地阿拉伯 那我跟觀眾說明一下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 那時候有的是石油 有的是錢 但各方面的建設不太夠 那時候跟我們中華民國有邦家 一直到1990年才斷交 所以我們怎麼樣 農耕隊去了 我們的醫療團去了 還有我們的農工處 幫他們做很多建設 當時台灣高達一萬五千人 到沙烏地阿拉伯去工作 工作的時候 就林昭雯剛開始的時候 他在沙烏地阿拉伯做的是老本堂 也賺這個果汁的生意 但是發現來了這麼多台灣人以後 怎麼沒有到處一看 沙烏地阿拉伯沒有中餐店 沒有家鄉味可以吃 賺他們的這個餐點 然後賣給他們 對 所以林昭雯就說 我開一個中餐 叫做華公 一泡紅 當時你看 還要怎麼樣 一排三到四個小時 才可以吃到這一頓的中餐 頂盛的時候開了40家店 我跟大家多誇張 那時候的台灣 一碗陽春麵10塊 他賣多少 結果他沙烏地阿拉伯一客飯 賣了兩百塊 二十八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月 他們的中餐廳華公 收到了百萬美金 超強的印鈔機 美金 那時候是1比40 所以等於一個月 他們的收入就4千萬的台幣 所以有人說 到三條目去掏金 不是太誇張 乾脆就真的現金用一麻袋 麻袋的把這個撞回來 好 那全盛的時候 賺了很多錢 賺了很多錢 1986年以後林昭雯說 我事業交給老二跟老四 他有四個小孩 那我就回來了宜蘭 回饋了這個鄉里 他說宜蘭的人口不多 40萬而已 怎麼連一家證券公司都沒有 那時候台灣的股市 上萬點很好 他就第一個 我來開一家一大證券 後來一大證券賣給別人了以後 乾脆又有人講說 宜蘭都沒有百貨公司 我開一個有愛百貨 所以第一家的證券 你開了 第一家這個有愛百貨 這個也很有名 你宜蘭人都很有感情的 也是他開的 對啊 這個第一家的百貨 有愛百貨還成為宜蘭市的地標 所以你可以看他回饋了這個鄉里 然後為什麼你知道 最主要他在中東的事業 他是賺那個油圓 回來變成新台幣 當然很大 可以支持他很多的產業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回來看 林昭雯成功的地方 第一個有情有義 他當時不是一個果汁嗎 對不對 然後他到了沙烏地亞部去打拚 結果把果汁的聲音 就拱手讓給朋友去經營 然後也不收人家的錢 只有收三年的租金 這家公司因為林昭雯的有情有義 現在東南亞最大的果汁原料山 開花結果 對啊 幫助 再過來你看回到了這個中東 他的一個餐飲 這個人我們介紹一下 沙烏地阿拉伯最有名 最有錢的瓦利德王子 瓦利德王子 他們一家人都在華工用餐 他說我覺得你的華工很好 1999年的時候我出台幣6億 買你50%的股錢 結果林昭雯他四個小孩都說 Yes Yes 要舉手 林昭雯說不行 我們還是要保留我們的一個經營 6億多他不賣 現在的這個老三 負責他國內的餐飲事業 跟微風的廖振漢合作 開一個泰式的餐飲店 現在經營的也非常的成功 聽起來沒有政治的餐飲 。。。